暴力把人变成了鬼 尽管谨慎如此如许 最后无非被虚假热情一番 给我开出的还是万元大楚方 我学医出身 一看楚方就明白 时时痛心 如今怎么连老医生做人都不厚道了呢 更有意思的是 后来老医生还很委屈 人家还认为是你不厚道 你明知道医生只有开大楚方才可以更多钱 还不让医生转一点 后道究竟什么意思 纠结了 人人都知道后道是美德 然而后道这种美德 发生了理解与指向的奇异 原本是个人的品性 变成了对他人的要求 无怪乎如今人人都认为他人对自己不够后道 一种美德的认知 见数于普及 不是经济的功能而是文 画的功能 目前 现实状况已经足够让我们看清三十年来的教训 文化的削弱与缺失是何等致命 我们不仅没有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 进行文化的改革开放 并且还放弃与忽略了我 满源有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提升 美德是可以量化的 是可以有标准的量化美德标准最强大的文化力量有两股 一是法律 二是宗教 现在许多人的无法无天 正是一无法律管制 二无信仰约束的结果 法治文化是一个大话题 辟章另说 先说宗教 后到来自于宗教的宽容意义 西方多体现于基督教中国 多体现于佛教 佛教中宽容意义的源头是空相 所谓无人相 无我相 无受者 无众生相 一个人只有了 误了不住相不识 他才能够达到忘我 从而宽容厚到淡定 遗憾的是 佛教的修行 对个体悟性与智性的要求实在太高 大众实在太难领会 而我们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佛教文化的进步 科学与现代性 以便大众百姓能够轻易接受先进宗教文化的宣陶 求佛拜佛已经完全功利主义 只要升官发财就好 如有他人党道 那就是他人的不厚道了 相比宽容性比较大 众生比较厚道 脾气比较温好 经济发展 社会福利都比较稳妥 安全科学发展的国家 多是基 多教 与佛教相比基督教更具具体性 比如 彼得问耶稣 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该饶恕他几次呢 七次够吗 耶稣回答 不是七次 而是 七十个七次 比如一个人应该如何与邻居相处 耶稣说 你要爱邻人 就像爱自己一样 再比如 人们现场捉了奸 按当时摩西法律必须用乱石 砸死女人 耶稣却对人们说 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 谁就先拿石头打他 将心比心 结果没有人敢先拿第一块石头 女人就这样感知了上帝赋予人类的宽容与厚道 善善相报宽厚待人 建成社会风上 形成良性循环 这里更值得一说的是 在难以捉摸和掌握的个人情感领域 文学成为至关重要的文化力量 西方文学从最初蒙起发展至今 无不以罪与乏为探索主旨 无论作家是否信仰上帝 无论他们是赞美或质疑 是叛逆或跟从 都威仪指向一个字 爱 上帝之爱与俗世之爱 在文学里被探讨 被述说 被具象化 从而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心理一平与密友 事到如今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认定文化 就是群众健身运动 社区麻将士 和楼堂管所 实在太狭隘了 台北有一位建筑商 年轻时就已经名著称于业内 那时的他虽然颇具商业头脑 做事也成熟干练 但摸爬滚打 许多年 事业不仅没有起色 最后还以破产告终 在那段失落而迷茫的日子里 他不断地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 想破脑壳也找寻不到答案 论材质 论勤奋 论计谋 他都不逊于别人 为什么有人成功了 而他离成功越来越远呢 百无聊赖的时候 他来到街头漫无目的的闲传 路过一家书报亭 就买了 一份报纸随便翻看 看着看着 他的眼前豁然一亮 报纸上的一段话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他的心灵 后来他以一万元为本金在占商场 这次他的生意好像被施加了魔法 从杂志铺到水泥厂 从包工头到建筑商 一路顺风顺水 短短几年内他的资产就突飞猛进到一亿元 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 有很多记者追问 他东山再起的秘诀 他只透露四个字 只拿六分 又过了几年 他的资产如滚雪般越来越大 达到一百亿元 有一次他来到大学演讲 期间不断有学 生提问 问他从一万元变成一百亿元到底有何秘诀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一直坚持少拿两分 学生们听得如坠云里雾里 望着学生们渴望成功的眼神 他终于说 出一段往事 他说 当年在街头看见一篇采访李泽楷的文章 读后很有感触 记者问李泽楷 你的父亲李嘉诚 究竟教会了你怎样的赚钱秘诀 李泽楷说 父亲 从未告诉我赚钱的方法 只教了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记者大惊 不信 李泽楷又说 父亲叮嘱过 你和别人合作 假如你拿七分合理 八分也可以 那我们李嘉拿六分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他动情的说 这段采访我看了不下一百遍 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 做人最高的境界是厚道 所以精明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道 细想一下就知道 李嘉诚总是让别人 多赚两分 所以 每个人都知道和他合作会占便宜 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他合作 我最初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过于精明 总是千方百计的从 对方身上多赚钱 以为赚得越多 就越成功 结果是 多赚了眼前 输掉了未来 演讲结束后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报纸 正是报到李泽楷的那张 多年来 他一直珍藏着 报报纸的空白处 有一行毛笔书写的小楷 七分合理 八分也可以 那我 只拿六分 这位建筑商 就是台北全盛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林郑佳 他说 这就是一百亿的起点 小胜靠制 大胜靠得 后积勃发 气势如虹 只懂追逐利润 是常人所为 更懂分享利润 是超人所做 人生百年 不可想尽世间所有荣华 汇集 百人 能够得到人间更多真爱 人的一生给别人借过时 实际是在给自己修路 后到的人 你的人生路总是很宽很长 耶稣的小胜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